就是当时齐国 记载历史的 就这太史啊 记载历史 那时候 诸侯国都有过记载历史 发生什么事呢 他拿那刀啊 刻在竹简上 那会没有纸嘛 纸东汉蔡伦造纸张 没到呢 这春秋战国的时候 刻上什么什么事 严谨一盖 那崔柱 把这个大王给杀了 甭管是戴绿帽子 还是夺妻之恨呢 人家如实记载 乃乃年乃乃月 崔柱世君 世君 世就杀 就崔柱把君主给杀了 崔柱一看这不行啊 你这么记下 我一臭万年了 我成了不忠不孝了 这有 就没法跟你说 他我老 他说不出来 只能是找这太史 你把这给我抹去 我现在掌权 你把这给我抹了 这太史说不行 这是事实 我不能改 我是丙笔直书 我要对历史负责任 把崔柱弃一点 你改不改 不改 手起刀落 把这太史给砍死了 他砍死之后 他一家都干这个 他二弟进来 好 你他弟弟 你识实物 来 给我记上 拿刀 在这竹箭上刻四个字 崔柱弑君 好啊 你跟我对着干什么 你改不改 不改 我哥哥这样 我也这样 手起刀落 把老二给杀了 他三弟进来 往那一跪 崔柱弑君 不改是吧 又一刀 连杀兄弟三人 正这时候 他小老弟 才十四五 刚有那力气 磕字 进里头 大王 等一会 崔大夫 等我把这事 记完 您再杀我 这时候崔柱 再拿起刀来 这刀上逼着血 砍人都砍卷刃来 你看你这小崽子 哎呀 胖狼 把刀扔地上 怎么写 怎么写吧 抬腿出行 他老弟 规规矩矩的 把这竹箭刻上 催住市军 抱起竹箭 要送到使馆里放下 刚走到门口 外边 进了一个人 俩人差点撞满怀 这人是谁呢 南史氏 什么意思呢 就是齐国南边 记载历史 说白了就等于是 编外人员 可现在算 算事业编 还是什么 不知道 也记载历史的 你来干嘛 我刚听说 听说你们家记载 催住市军 催住杀你们家 我担心你们家人 都死绝了 门记着历史 我过来补这一笔 各位听他 你听着这是作死 这和齐装公作死 能一样吗 所以后来 温天祥 正气哥 再进董狐笔 再骑太史简 那叫再上为日星 再下为和月 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这是中国历史上 值得大书特殊的一笔 后世史观 应该为之汉言 有的说历史 是任人装扮的小姑 谁掌权 谁写历史 谁写历史 谁就是真理 我们对比一下 后代记载历史的人 在这个催住之下 几个史观相比 如何不汉言无敌 更何况有的人是 在史书里 胡写八写 唯尊者会遇保贬 别善恶 把春秋逼法 用的特别多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堪称人间第一正能 这是对历史中的 一说